中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第一届国际赛多伦多战决赛 于3月18号在多伦多市政厅圆满落幕 在207个参赛项目中 来自多伦多的智能指纹锁成功锁定冠军 独享2万加元冠军奖金 并且与另外9个项目成功晋级 将代表加拿大参加4月的深圳全球总决赛 本次大赛由中国深圳市政府主办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 多伦多市政府支持 加拿大深圳联谊会 加拿大深圳国际总商会 加拿大深圳慈善基金会 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 海协会协办 加拿大深圳社团联合总会 加拿大深圳留学生联合会承办 由加拿大中国银行担任特约协办方 加拿大的国家战略是自主创新 深圳的城市战略也是自主创新 那么深圳尤其是中国的硅谷 现在也被誉为是世界的第二大硅谷 那么从这种战略的这种协同性来讲 两个地方和两个城市和两个国家之间 其实有很多可以在创新方面的一个合作机会 147个项目符合我们的标准 参加我们这次大赛 那么整个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之内 能完成这样的这个报名 证明什么呢 证明我们多伦多加拿大这一块的 创新创业的这个资源和力量非常的强大 这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 在白天的开幕式和当晚的颁奖典礼上 各界精英云集 加拿大三级政府官员 中国驻加拿大领事馆管员 深圳市政要名流 本地多家社团和机构的代表 共同见证了这一精彩瞬间 出席当天活动的有中国驻多伦多代总领事徐伟 联邦科技创新及发展部长 国会议员贝恩斯 联邦参议员胡子修 深圳市人力资源保障局社保局长曾斯克 联邦国会议员谭庚 联邦国会议员Kaley Leach 联邦国会议员Rajiguru 安省科技创新厅厅长莫伟利 多伦多副市长黄敏南 中国驻多伦多沈建磊参赞 深圳市人力资源保障局 外国专家局副局长李宁 多伦多市议员 释迦宝区议会副主席李振光 万锦市地区议员安斯创 列治文山市议员陈志辉 加拿大中国商会会长 加拿大中国银行行长李爱华等家中嘉宾 此外 深圳政府代表团其他成员 哈尼乃贵比教授等21位专家评委 以及来自各大院校研究机构 创投公司 中国专业人士协会 安省全家华人联会 多伦多全家华人联会 加拿大华商联合会 家中金融协会 家中投资商会 以及各省市50多个社团的科技精英 专业人士及媒体朋友 近600多位代表 亦出席了当日举行的开幕式决赛及颁奖典礼 也正是因为在这样大城市能吸引更多的 就是这种青年也罢 脑恋也罢 就是有种想法的 有着追门的这些人参与进来 把他们的作品 把他们的idea展示出来 让社会来可以加以评判 and I think it's really exciting and shows how our countries can come together to really promote innovation which is about building better countries and better communities and that's what's so exciting about it today Here we have some of the best and brightest young people coming forward with innovative ideas I used to be the chairman of the Health Innovation Institute at the Richard Ivey School of Business This is exactly what we were promoting outstanding young people with great ideas that are going to help build the future economy of Canada and I'm delighted to be here to support the Chinese Canadian community in doing exactly that It's going to be very important in the sense that it will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Ontario and also it will help our innovators to have access to capital also to market their products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 a really great idea where great young developers can come with their ideas and come here in a competition and win some money and then hopefully go to Shenzhen and find someone to commercialize their product and that's the ultimate for them where they can take their idea and take it to market and build their business so this is a really great catalyst for that It is really, really good to be able to allow our young entrepreneurs and new scientists to be able to show what they're capable of in this competition and they do win fairly substantial prizes if they win so it's good for Toronto to be part of the eight city competition and hopefully you know some young entrepreneurs here in Toronto is going to win the prizes and show what they're capable of doing to help the future world 据加拿大深圳社团联合总会主席 齐佳介绍 本次创新大赛 在全球八个著名创新都市举行 是名副其实的 世界级创新奥林匹克 大赛涵盖电子科技 生命科学 信息技术 先进制造 以及材料与能源五个领域 本次大赛的专家评委 阵容强大 其中有多位两院院士 和主流顶级专家 本次创新大赛 是多伦多与深圳两个城市 进行的第一次合作 作为各自所在国家的 最大移民城市 及创新都市 深圳与多伦多在产业 文化创新等多方面 具有良好的互补性 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次参加多罗多分担赛的选手非常多 总共报名人数有两百多名 那么评委的级别也都非常高 有五位院士参与 以及很多大学的教授 以及企业界的朋友们 各行业的专家来参加 应该说是一个高质量 规模大的这样的一个大赛 这是深圳的创新大赛 第一次在多伦多举行 我们作为在多伦多 长期经营的中资企业 也非常愿意参与到 这种创新大赛活动当中去 从今天的比赛来看的话 大家应该说积极参与 而且最后评奖的结果来讲的话 也反映出了目前加拿大 尤其多伦多的创新的 这么一个最新的水平 我想就是说 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吧 我觉得这些技术和这些能力 对一个巨大的市场像中国 这么大的人口 而中国现在是要大步的 要现代化 要扩越式发展的话 有宽广的市场前景 有很多这些项目 其实在中国的市场 可能应该是第一个发展的市场 在第一个市场 中国发展以后 再用到其他更加稳定的 比较小的市场的话 是它进入市场的战略的 可能最优的选择 在参赛的207个项目中 最后有10个创新项目成功晋级 其中Tritonware 基于微电子芯片的 循环肿瘤检测系统 基于AI及语言技术的 口语测评底层技术开发 等4个项目 荣获优胜奖 SIM Technology Bio-based Nanomaterial 和SIMOS MAMIS Array Infrared Identification Sensor 等三个项目 荣获三等奖 新基因的 早期肠癌 血清学分子诊断 和Nanostructured Flexible Thin Film Batteries 两个项目 荣获二等奖 智能指纹锁 Type Lock项目 荣获一等奖 我叫Michael王依然 那么我做的是一个 智能硬件的智能锁的项目 Type Lock 创业大概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吧 那么今天来参加比赛呢 也是因为 我本身是深圳人 然后呢 在多伦多创业 那么恰好有这个机会呢 两个 算是我的家乡吧 还有我成长的地方 一起聚集在一起 创办这样的一个 创新的一个盛宴吧 所以说非常的感兴趣 然后呢 第二呢 也是觉得本地的这个VC 还有创业的这个风气啊 和美国硅谷比呢 都稍微弱一些 所以说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可以给更多的创业者 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 自己觉得非常的荣幸 也是想来多多的学习吧 此后的主题演讲环节中 著名加拿大创业节目 《龙穴》的主持人 创业者和风险投资专家 Miss Michelle Romano 和深圳市人力资源保障局 外国专家局副局长李宁 深圳市平山区科技创新服务署 规划发展部负责人杨耀峰 当晚分别发表了主题演讲 是全场来宾 倍感科技创新者的心情汗水 与出众的智慧 同时对深圳的城市建设 科技创新和文化发展 有了深刻的了解 加拿大国家电视台记者报道